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争取后疫情时代的观光商机 金融市政府官销处宣布 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将推出三款套票 除了内涵丰富多元的行程 及伴手里商品 最高六五折的套票价格 也是相当的优惠 即日起到9月26号 消费者透过三大路线通路 购买套票 还有机会抽中 基隆在地插画家 小黄间设计的限定电子票卡 手提带造型 余服帽等多项好礼 邀请大家一起来搭好行 新基隆 好可爱哦 这颗不要杀了 这是逐一无二的 这不可以杀掉 这不行 基隆在地插画家 小黄间 随手就在幼稚上画出超萌小熊 为了争取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商机 基隆市政府 再度与小黄间合作 联手推出限定电子票卡 融入基隆景点 可爱又缤纷的卡面相当吸睛 并海其实这些设计 就是希望它是以一个海洋为背景 就是呼应我们基隆这个城市 就是一个海洋的城市 然后我希望把所有所有 基隆美好的景点 都可以放到这一个视觉里面 让大家一看就可以一览无遗 然后很想要一起来参与 然后这次我就放了 让我的那个蓝绿色的贝尔熊熊 跟这个欧熊一起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基隆玩 除了全新票卡 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 今年也推出三款全新套票 包括主打 悠游市区历史风光的 城市漫游一文旅 玩片基隆热门打卡景点的 基隆青春三海行 及全台独一无二 和平岛美景的 和平岛宇乐活游 最高达六五折非常优惠 那这三款套票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设计的 非常封面的这个套票夹 那里面有相关的一些油层的设计 跟套票的内容 另外我们在今年度呢 也推出了好行公车的票券的电子化 这个也是在全台优先 我们设置了这个票券电子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首度推出基隆好行的大礼包 虚拟的电子票 那这个部分呢 包括了好行的乘车一日券 还有百年连针饼铺的伴手礼 远东泡泡冰跟权利米香的手绘礼盒 这些基隆特色的伴手礼呢 其实只要扫描我们这个虚拟的电子票 也就是QR Code 就可以来搭乘好行 来尝遍基隆特色的伴手礼 那这些套票的内容 就像我刚讲的 其实基本上最低的折数 到了六五折 有六五折 六八折 八五折 其实最低来到六五折 金融市政府还推出线上购物抽奖活动 即日起到9月26号 只要在三大旅游平台线上购买这三款套票 还可以参加抽奖 有机会获得小房间设计的手提带 正翻两面皆可戴的造型与服帽 及环保体带等这些超kawaii的设计性商品 爱不释手的金融市长林佑昌 更加码从限量30个 奖项提升到100个 让更多人有机会获奖 30有点少 我们可以加码吗 可以啊 可以加码 可以啊 可以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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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 那上来 可以啊 上来加码 那我们就加码到100套了啦 哇 好 100套 OK 好 不然秒杀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量多反而滞销了 金融市长林佑昌 与立法委员蔡氏 印就分禁合集 以实际行动立体农友 协助在地行销 希望让更多人品尝到 品质部署中南部的基隆柚子 金融市长林佑昌 率领金融市政府裁判处处长 黄建峰 与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之文一起行销基隆柚子 过去因为产量不多 一出货就被抢购一空的 金融七毒马林山区柚子 今年因为台风扫大丰收 却受到了疫情等因素影响 反而滞销 林佑昌因此当起 基隆柚代言人力挺在地农业 这个中秋节快到了 那大家 这个一般想到柚子 是想到这个中南部 不过其实 我们基隆也有产柚子 那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有许多企业的一个订单取消 那这个民众上山去 产柚子的活动 也这个比较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这个我们特别帮基隆的柚子 来做一些推广 财源发展处长黄建峰表示 基隆柚子可以买一箱 也可以任养整棵柚子树 还有四棵小家庭限量200箱的三棵桩 送礼自用两箱仪 可以买整箱的 也可以买整棵树的 那买整箱的就是400元 那整棵树的柚子包下来就是2000元 那另外我们针对小家庭 我们也有推出三棵桩的200元的柚子礼盒 那送礼自用两箱仪 无度有偶 立法人蔡思音也认购100箱 基隆七度马林山区柚子 与身兼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的 七度区市议员苏仁和一起赠送给辛苦的 益销人员 在中秋佳节前夕 感谢益销人员协助救灾 也借此力挺基隆在地农业 也感谢益销在每一次关于消防救灾过程当中 他们舍己为人 然后总体站在第一线 为我们市民的生命安全着想 那这益销的好朋友 我们特别来感谢他们 那事实上金米山农场也是我们基隆最大的 生产柚子的一个区域 那其实也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 能够来这个地方认购柚子 那柚子不是只有中南不好 是基隆的柚子也非常好吃 还剩下一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就是中秋节 希望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能够力挺我们基隆市的农民 那么今年的柚子 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们刚刚也都吃过了 也试吃过了 甜度非常的好 那希望基隆市民 能够多多的力挺我们基隆市的农产品 基隆柚子好吃 记者张旗潭基隆报道 而在中秋节前夕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结合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在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宫 办理中秋送暖爱心活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制赠生活物资帮助31户的弱势民众 在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以及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服务处 志工们帮忙协助下 把各项白米 面条 罐头以及饼干等各种民生物资 装入弱势民众的推车里面 协助他们顺利带回家 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结合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薄荷关怀协会 在七堵区信仰中心庆祭宫 办理中秋送暖爱心活动 制赠生活物资帮助七堵区31户的弱势民众 这次很荣幸能够跟薄荷关怀协会 共同来期盼这个爱心关怀物资发放 也非常感谢我们博尔协会长期来对我们 弱势单位的关怀 尤其能够在中秋节前期发放这些物资 能够给这些低收入的好朋友 市民好朋友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家境 在这里很会也要呼吁 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团体 共同的人会来加入 让我们社会到处充满的爱心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跟张耿辉七堵区的议员 来合作这个物资传递的活动 那今日有通报共31户的弱势家庭 需要这一份的食用的物资 那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加入了柚子还有月饼 让我们弱势可以过一个好中秋 那我们薄荷关怀协会 一定会在基隆这边来继续服务各地的需要的家庭 让这些弱势都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更多的资源 在炎热的天气下拿到爱心物资的弱势民众 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带着物资开心回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有一位住在基隆深厚坑路的占性民众 7月份疑似因为接种了AZ疫苗后 身体不适住进了家户病房 经过紧急抢救后终于脱离险境 不过得他的医疗费生活费 以及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等 已经对家庭造成了负担 因此向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陈勤 林佩祥也特地结合了基隆福伦社 在市议员韩世玉的陪同下 致赠3万元的学费给增加 协助渡过难关 来帮我们两个小朋友 这学期大学跟高中学费这边环乐 那之后我们也会想办法来让 至少小朋友安心上学 那其他的我们会一条一条来慢慢处理 你好好养病好不好 好好安心养病 你健康对大家最重要 张先生特地要求太太拿着手机用视讯的方式 让还在住院中的张先生 无论如何都要先感谢副议长林佩祥 和基隆福伦社 以及韩世玉议员的热心帮助 让他两位分别就读高中和大学的孩子 学费有着落 更感谢他们在张家人最困难的时候 愿意伸出援手帮忙 特别是53岁的张先生 在今年7月份时疑似接种AZ疫苗身体不适后 经过抢救在家户病房住院三个礼拜 又在普通病房住院三个礼拜左右 病情稳定好转 有希望可以在中秋节前夕出院回家团圆过中秋 也弥补因病住院错过父亲节团聚的遗憾 处理者他们跟帮忙是不是觉得感动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帮忙 因为不然到时候我一个女人家 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还有韩市立委员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谢谢 住在基隆市信义区深奥坑路的詹信民众 今年7月份疑似因为接种AZ疫苗 导致身体不适住进家户病房 经过紧急抢救后 终于脱离险境 转住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不过包括医疗费生活费 以及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等 都对家庭经济造成负担 因此特地向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翔 陈晴更在市议员韩市域陪同下 林佩翔特地结合基隆福轮社 亲自带着社长陈志玲 以及社区服务主委邱礼仪 先制证三万元学费 帮助詹家渡过难关 我们每年都有帮助一些小朋友 有困难的小朋友 只要是有 真的是协会上有交不出来的 我们基隆福轮社每年都有在做这一块工业 找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在卫环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卫福部跟CDC负起责任 然后来帮我们的专家 甚至做出一个完整的SOP 在未来有关疫苗事件上面 有个完整的程序 可以获得我们这些家属的一个安心 第二方面 生活费上面 上次佩翔来拜访的时候 也刚好遇到社会处的社工 那社工他们也会回去 跟社会处跟市政府 来讨论如何帮我们专家 度过这次的难关 来去希望说基隆福轮社 基于人住己住的观念 然后发挥社会上的公益的能量 来去给专家一点帮忙 所以今天基隆福轮社 答应把这学期的学费 全部他们把它cover下来 然后在未来 佩翔也会持续跟两个学校 帮两个小朋友 做一定程度的调解 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安心上课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整个的压力的话 是非常的大 那也希望也不要造成了 我们社会上面的负担 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副议长 那也感谢我们基隆福轮社 所有同仁们 那谢谢你们 林佩祥也强调 能够听到詹先生病况好转 并且很有希望在中秋节前夕 出院回家团圆 也替詹家人感到非常高兴 詹太太更是不断向副议长 林佩祥的积极关心和帮助 表示最大的感谢 记者吴运松 基隆报导 再等一来看台湾羽球 在冬奥发光发热 旧市议员 蓝敏黄腰及相关单位 会看中正区要塞司令部 对面的真沙休闲公园 计划打造成全灵运动公园 今年先动用零星工程款 80万元 增设公园体建设施 明年后争取在公园内 规划一处标准的羽毛球场 让500坪的公园空间 有更多元化的设施 来到真沙公园 大面积的绿化 是民众休闲运动好地方 不过理办公处 每年光是要除草维护 就要耗费不少心力 这个地真的太浪费了 什么时候太浪费了 真的太浪费了 哪有使用的 草皮大堆 这个很浪费 整整整年 也没用千里 没用千里 都积水 一大堆 真的 公园面积大 不只除草 维护不容易 周边设置的座椅 过去常有蛇类 躲藏出没 让里民相当害怕 一碰一弄 你这个地方 你又是用 磚块做的 你里面草市一定躲东西 而且还躲乌宫 对 而且你的高度 坐的又不够高 我们的椅子要给老人坐的话 不是以现在政府所讲的 贵叫什么45公公 50公万 那个不是 那个落差太大了 这个 还有这个地端 这个时常要看一看 我不是在那边看吗 我前两天在这里摔倒 为了让占地500坪的增沙公园 民众充分享受运动乐趣 金融市议员蓝敏黄 邀请了曲工所 离办公处会刊 建议动用零星工程款 增设公园的体建设施 除了增加年长者运动项目 明年将争取在公园内 规划一座标准羽毛球场地 这个公园 当初花了700万整治 那大概有500坪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实用的效能 很可惜 很少被民众所利用 那今天的会刊 我们大概达成两个共识 首先我们会在今年 花80万的建设经费 来把这个公园 多增设一些体建功能 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长辈 能够多到这个公园来做运动 尤其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多运动 多晒太阳 这样就能够增加免疫力 那么明年啊 里长的想法非常好 我们可能会在这边 还规划一个标准的羽毛球场 刚好这一次啊 奥运我们羽毛球的运动啊 这个成绩会长得好 那翔风街啊 有高中、国中还有大学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生 将来可以就进来这个地方 打羽毛球 训练羽毛球 107年完工之后 大概由公署来做一个管理维护 那目前各位看到 现在大概就是一个除草的问题 还有一些 我们一些座椅设施的维护的问题 那大概这个备用 一年大概除草要大概四五次 所以说这个经费上也是一个 维护也是一个 也是个不小的经费 那或许如果说 各个年龄层有需要活动的话 我们慢慢的来做一个改善 增沙公园周边 有国小、国中及大学 除了提供老人休闲运动场所 市议员南敏黄说 未来可以推展羽毛球运动 为基隆培育更多的羽球人才 记者黄尚明基隆报道 紧接着要带来看的 就是一般人违规停车 被警察开单后 就会马上移车 但是基隆有一位驾驶 开着保时捷到市区用餐 把车子停在红线上 被警方开单后 却直接把红单夹在挡风玻璃上 继续吃午餐 远景见状之后怎么做呢 赶紧来开看 操拉风的保时捷 违规停在红线上 原本宽敞的道路 因为这样乱停 只剩下一半 警方当场开单举发 原本还在旁边用餐的车主 马上变脸 不过这张红单 车主恐怕觉得不痛不痒 夸张的是 驾驶将罚单夹在雨刷之后 就回到店里继续享用午餐 一旁远景见状 立即呼叫线上脱掉车 这时车主才惊觉 警方是玩真的 乖乖把车子移走 等到脱掉车抵达现场 车主和保时捷都已经开走 事发在金融热闹的一二路商圈 这里是美食街 9号下午保时捷车主摊途方便 大拉拉把车停在路上 占用一个车道 原本以为可以省小钱 但却造成了交通乱象 旁边有停车场 对啊 如果停车场会比较好一点 按照法规 警方在开完第一张罚单之后 要等两个小时 如果车主还没移走 就符合连续开单的要件 这一回车主想说 既然罚单都开了 就干脆吃完再走 不甩警方 直到远景使出了脱掉车大绝招 车主才心甘情愿开走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11月地价税开征 相信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如何结税审核包 以下是最新的税务情报 带给大家 今年地价税将于11月开征 相关组税优惠规定 民众不能不知 土地如符合自用住宅条件 请记得一定要在 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 今年就可享税率优惠哦 财政部提供线上申请的服务 即使受疫情影响 也不用烦恼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线上身份方式 完成申请 各位观众一定要把握 9月22号前申请 错过等明年咯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Of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赃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 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 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 怎么可能吗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不会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乖乖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乖乖乖乖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关心市政做回来 关心市政策 关心市政策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您最喜欢哪种款式的月饼呢 是古早味传统款还是西津金的新款呢 经常有家烘焙业者将传统月饼的口味加入在地新意 更与知名的烧鹿店合作 今年推出了和牛月饼 不止年年推新品 还用包装设计说糕饼故事 透过镜头一块来瞧瞧 绿豆泡 凤梨酥 蛋黄酥 红豆麻吉 奶黄流星等经典传统月饼 是不是很熟悉呢 还没有吃就知道它们的味道 尝尽嘴里是思念 是故事 但是这和牛口味的月饼呢 和牛都很特别 因为平常你在外面看不到和牛口味的月饼 然后加上今年疫情又不能烤肉啊 所以就刚好结合在一起 那它里面有那个绿豆沙 我觉得它的绿豆沙做得非常的绵密 因为它又有那个法国的鲜奶油 所以跟一般的绿豆沙吃起来 它们的口感是真的很好 那跟和牛搭配起来真的很特别 但是不奇怪 对啊 很好吃 与知名生肉店合作 这次推出的月饼别于以往 以和牛为主轴 搭配层层酥皮 一口咬下满满幸福 那我们今年还出了一个和牛 我们跟那个蓝亭烧肉一起合作 我们一起做一个和牛月饼 那里面加豆沙 然后还有加蛋黄 还有一样咬下去 有幸福感的是这一款乌鲸酥 油脂厚度都饱满的四两野生乌鱼籽 加上融合天然发酵的奶油 和法国鲜奶油的绿豆腺 每一颗乌鲸酥都是柔软绵密的细腻口感 有浓厚的海鲜味 因为我去年有买 然后大寿长辈好平 它长得非常的高贵 然后它用四两的乌鱼籽 然后再配上那个绿豆腺 然后口感非常非常绵密 因为它们本来绿豆腺就做得非常好吃 那很特别 因为在外面都买不到 那在基隆特别就有海味的感觉 所以就今年又特别过来 就再买要送给长辈这样子 我很喜欢它们的桂花绿豆碰 主要是因为就是我本来 其实不太爱吃绿豆碰的 但是因为它们加了桂花在里面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绿豆的味道提出来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吃起来 湿湿润润的 然后就突然觉得这个绿豆沙 就是绿豆碰是很好吃的 然后又有桂花的那个很浓郁的味道 另外 正能尝到黑芝麻的清香 与浓郁的巧克力口感的巧克力芝麻流星 香浓而不腻 令人惊艳 非常好吃 有芝麻香 还有巧克力香 甜的不腻 最幸运我的是因为它们 食材比较实在 而且价格还蛮合理的 然后也很好吃 每一年一如既往的上着月圆 品尝着大小同意的饼 现在还加入了包装设计 运用想象力多了新的视觉饗宴 我们今年中秋节推出两个里面 因为我们有一个是也是在基隆 然后基隆你也知道我们就出了一个有点蓝色 符合基隆的颜色配上女生喜欢的粉色 是我们今年缤纷的中秋节里面 我觉得很缤纷很漂亮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 送给朋友的话朋友也会收到也会很开心 除了保有好吃兼顾传统与创新 用包装说故事的确让人心动 而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市场 实体店面与数位行销同时并存 才能在火药味十足的月饼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11月地假税开征 相信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结税审核包 以下是最新的税务情报带给大家 今年地假税将于11月开征 相关组水优惠规定民众不能不知 土地如符合自用住宅条件 请记得一定要在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 今年就可享税率优惠哦 财政部提供线上申请的服务 即使受疫情影响也不用烦恼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线上身份方式完成申请 各位观众一定要把握9月22号前申请 错过等明年咯